日上山 自古以来被冠以自杀之山的称号 同时也是一座火山 山巅有幽之宫镇守黑泽必经之路 由扁州载巫女渡湖前往黑泽中心 山妖处有形代神社 自古汇集妖者儿童灵魂之所 以人偶供养习俗而著名 山与山之间 身着黑袍之夜泉人 背负黑色旧龙往返 直至将旧龙与匪沉一夜泉汇集之处 山脚下水龙村村民将山中泉水 奉为水龙神或水龙大人 每年定期登山取水 然而自从屠山事件发生后 圣景不再 黑泽逢世与之上山牺牲巫女的怨灵 履行着生前之使命 勉强维持节节稳固 然而仅靠普通自杀者 弥补人柱之际无法长久 幽婚与新旧人柱更替乃重中之重 不知多少年过去了 麻生帮眼去世后 似乎日上山悲剧的始末已无从得知 日上山的秩序不在 山脚下 原本是巫女社的场所 也被后人改为温泉一缕庄 为那些想要上山之人提供借宿之便 某日一位英日混血男子 造访了变故后的日上山 他名为杜慧启士 是一位民俗学者 自英国归来 对日上山的传说 以及麻生帮眼的事迹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过一缕庄老板的帮助 他于山中某处建造了一所豪宅 他委托了旅店老板 帮自己搜集附近地区的名照 而自己则专心撰写调查日志 直到某一天 他在山中盛开扁花的小路上调查时 找到一张古老的照片 突然被上面的女子吸引 堆着上山调查颇深的他 得知原来这女子 便是等待幽婚的巫女 被一股力量和自身意愿吸引的他 找到了幽婚仪式的场所 杰之家 却被逢是怨灵的样貌吓尿 逃跑不及 出番禁忌后 被船门船门塞进了肥里 旅店老板寻找杜慧启士无果 只寻找到杜慧启士 这阵子整理的相册 不久后 老板也神演了 在杜慧启士神隐后 他所居住的豪宅也消失了 成为当地的怪谈传说 迷之屋或者迷途之家 相传 有许多对这个怪谈感兴趣的人 都偷偷跑到山上 寻找这座神隐的豪宅 由胆大之人 手持摄影机前往调查 迷路之时 消失宅邸突然出现了 该人鼓足勇气 在拍摄到第三层的时候 突然碰到了晦气之物 录像中段 这段录像被一家出版公司 剪辑成了录像带 小规模发售 兴许是发掘了财富密码 当地政府为了经济发展 准备把日常山打造成 著名的旅游圣地 并坚信科学的力量 可以破解附近的迷信之风 从山巅的火山口 大后镜区域 一路直下至山脚下 新建的缆车车站 每一个地方都在为贴近旅游宣传 而商业化改造 这期间 零一事件贫乏 而一次山体滑坡事件 导致山脚下的一旅庄 大部分区域被埋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此时 经营旅店的正是当年 失踪的老板的儿子 他在找到了父亲留下的 名照写真后不久 也于一旅庄废墟的 跳往台上上吊自尽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他在死前 被什么东西拽住了双脚 悲剧并没有停止 政府在修建日上山下方的 公路隧道时 遭遇了三次他方事故 原因据称是在挖隧道的时候 挖穿了山下的胎道洞窟 大量积水涌出 导致大规模塌方 遇难者的尸体 全部成黑色腐烂状态 在后续的救援行动中 一些救援人员在洞窟中 发现了奇怪的黑色箱子 从外部无法开启 触碰过箱子的人 皮肤也发生了溃烂 几日后 救援队成员也失踪了 这三次他方事故 直接破坏了日上山的风水 导致山上的景色和水流都发生了变化 于是政府全面停止了对日上山的开发 封锁了事发区域 将山脚下的不知森林绕上了隔离网 即使是这样 也依然有无数寻死或者好奇之人 破坏了隔离网 进入日上山并失踪 屠山惨居后 那些偷偷来到日上山的人 基本上都惨死于山上 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为了自杀而来 而另一部分纯粹是为了作死 死时的日上山早已怨灵横行 那些没有遵守老规矩而死的人 会一直重复死亡的瞬间 如同惩罚一般 取冤匪之 跳崖而死 可触犯了禁忌 所以一直在重复死亡的时刻 远风雪碎 因看到取冤匪之的怨灵而被缠身 以同样的方式喘死 山倒横道 因开车经过山下某处时 背上良女的怨良胖瓷 导致当场吓尿 山倒横道 除此悲剧之外 日上山巫女一族也有少量后代生活于山外 名为水龙哪的女子就是其中之一 每当下雨时 她便会小心翼翼地上山 危及死者的灵魂 然而有一次 却出现了离奇的意外 除此之外 还有一部分人在山上被昔日乔夫舒木的恶灵追杀而死 在故事中用一个特殊的镜头声就可以听取怨灵的心声 而树木的秘密就是由这个镜头捕捉而来 柴天城 李真行 自那之后 日上山已正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山 阳岩山上 麻生邦艳去世已多年 他的后世家族有一部分成员依然活跃在山上 他第一位远亲后代 在曾经的那间仓库中发现了白橘留下的头发 在触碰之时 发现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一般 记忆中的一些部分开始虚实难辨 那之后 他时不时会梦到一个奇怪的仪式 以及一位皮肤惨白的少女 仿佛自己手中拿了一把刀 向那少女无情地挥去 这位麻生的远逢后代 名为放生莲 长大后成了一位小说家 但内心中一直对记忆碎片里那位落入箱子的少女感的恐惧 并间接地对女性产生了畏惧心理 无法与女性长时间相处 因为工作需要 他招聘了一位助手 这位助手名为靖宫类 表面看上去英气十足 可是在他内心深处藏着一个秘密 他对放生莲有着特殊的情感 某大城市中 在结束了沉眠之家恶梦困扰的除笑深红 不久后居然离奇怀孕 不用说也知道孩子他爹是谁 这种神奇的现象 在日本怪谈传说中曾有先例 这是一种活人与死人生下孩子的现象 古时曾有一村落中女子 迷恋上某位外来男子 后来该男子神秘失踪 这位女子朝思暮想 每日在神社中祈祷 此后精神愈发不正常 在家中经常对着空气说话 仿佛那个男人还在 几年后他产下了一位女婴 女婴竟然和失踪男子有着相似的无关特征 尤其在会说话之后 这个小女孩总是对其他村民说的 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的爸爸 原来当年那个男人正是被村民们密谋杀掉的 同理这种活人和死人 以不可思议方式生下的孩子被称为夜犬子 他们一生下来就有超强的灵力 深红生下了一位女婴 取名为除笑深羽 可是深红并没有尽到母亲的义务和职责 在深羽三岁的时候深红不辞而别 年幼的深羽被羊母景山姓接走 深红自从沉边之家的事件后 已经陷入魔政 深知自己阳寿将近 只想以自己设想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那就是幽婚 以活人新娘的身份再次见到真东的魂魄 不惜从他嫂子兵士无惠手中 夺回看护黄泉之门的真东 您就不能好好张个小姑子嘛 这里不得不提 任天堂改人设后 与PS2时期的故事有出入 所以如鸭巫女这一代 在很多设定上是模棱两可的 比如说用夜犬子这个设定 来圆除笑深羽这个角色 但在真东和深红幽婚的设定上 又有逻辑的缺失 并没有相对的文件叙述解释 这些我觉得就留给喜欢套公式 运算合理性的玩家吧 深红前往日上山 与姐女的怨灵达成了协议 完成了幽婚 代价是作为中柱被关于旧龙中 因灵力属性高 成为了新的永久化 自幼失去亲生母亲的除笑深羽 性格沉闷 对周围的人情感淡默 在中学时期 因身材和长相出众 被星探相中 成为了写真女模特 不过即使星光灿烂的她 内心始终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找到母亲深红 在挖掘到了母亲失踪于日上山的消遇后 她开始着手调查 我靠岛 我靠岛 好 在日上山脚下的小镇中 有一名和巫女一族有渊源的女子 名为黑泽蜜花 她通过水龙村某位老婆婆的指点 以及研习相关文献 学会了引荐能力 并在水龙村这位老婆婆家中 得到了一台麻生系的零能摄影机 黑泽蜜花经营着一家古董咖啡店 自从掌握引荐能力后 因日上山周边时常出现神隐事件 于是她便开展了帮忙寻找失踪者的副业 起初她收到了除笑身与养母 景山性的委托 帮忙寻找除笑身红 可是无论她如何使用引荐能力 始终也找不到身红的踪迹 于是作罢 不久后新的委托来到了 一个名叫程海朱里的女学生失踪了 黑泽蜜花使用引荐能力 在山顶的悬崖边找到了朱里 可是还来不及劝姐 她就纵身一跃 消失在了蜜花面前 这次失手 让蜜花深受打击 可最无法接受的 是程海朱里委托人的态度 尽管在那之后 蜜花名义上断绝了寻人业务 但是近来日上山周边失踪事件 已经越来越多 在聆听了楚孝申与养母 一段悲伤的倾诉之后 蜜花下定决心 重新开始寻人工作 也就在那时 她接到了一封特殊的委托函 有一个高中女生 布莱芳希里失踪 这位女学生 曾因一场交通意外失去了父母 并欠见证了除自己之外 所有乘客惨死的场面 在休昂期间 身体出现奇怪的反应 总是能看到正常人 看不到的事物 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黑泽蜜花猜测 这位少女一定是 拥有了引荐能力 于是坚定决心想要找到她 虽然不是同一个时间 但还是同一个悬崖 蜜花姐再次挑战一把悬崖勒马 她仿佛看到了 曾经的程海朱莉 而这一次 她没有让悲剧再度上演 布莱芳希里 被蜜花带回了咖啡店 她依然没有从之前的情景中走出来 这时 蜜花为了冲里杯咖啡 对这位女生说了一句 她从未听过的暖心话 我一直以为我没有想到的 小事 我一直以为我没有想到的 有一个重要的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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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一刻起 布莱芳西里把蜜花当成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因为同样具有引荐能力 所以他暂时留在咖啡店当助手 也算有了一个住所 不久之后除笑深雨来到了日上山 可就被困在了幽之宫 在某片污浊的水域中醒来 他发现周围遍布着污泥中贱女们的怨灵 于是挣扎着想要逃出 他穿过水域来到一处走廊 怨灵们紧追不舍 原本可以通过的大门也被封印住了 走投乌路的他又被多面围堵 于是只得继续逃离 终于那是门开了 原本以为躲过一截 可是黑漆漆的水中 却有一股力量控制住了他 这个大房间的中央放着一个旧龙 只见盖子从内侧被打开了 是巫女的怨灵在寻找新的人柱之选 那之后除笑申语也失踪了 麻生抱怨的远房后代 放生莲老师正在为自己的新小说素材而发愁 他最近痴迷于明照摄影 想要撰写此类题材的作品 忙中偷闲 委托自己的朋友神医栽 去日上山的一缕庄废墟 寻找那本杜慧启事收集的明照写人集 于是神医灾便出发前往日上山调查 没想到这一去便回不来了 他意外地发现了黑泽冯氏的旧照片 一股莫名的力量 驱使他前往杰之家参加幽婚仪式 死路一条的他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接受了与黑泽冯氏的幽婚 可却因为一些非常规的因素 而被船尾船尾塞进肥里了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大家细品 神医灾的失踪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因为他这个人性格上本来就很浪 像一棵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放生莲为了赶时间 委托寻人行业中的大拿黑泽米花 要他帮自己寻找一旅庄废墟中的明照写真集 于是黑泽米花带着布莱坊西里 一同来到了一旅庄的废墟前 他认真地指点西里特殊相机的用法 让你去看看 有些相机移民 有些人的谈设 有些人的眼泽 有些人的雷迹 找到雷迹 标准备 有些人的雷迹 不过自从两人踏入了这所废弃建筑之后 所有人的命运都与日上山紧紧的捆绑起来 如鸭之巫女的背景故事到此结束 而主线故事即将展开 作为一贯的特色 提前拆分背景故事后 我将在下期的主线故事中 讲述纯粹的主要角色的故事 并对前两期背景故事中一些线索 进行补充和更正 好了 各位有趣的灵魂 各位民俗学者 各位人柱 各位巫女们 咱们回见